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雙十一完結後,還有沒有蛋藥去迎接Bread Friday呢? 很多觀眾問我關於美容衣 我就去收集情報,得知未來三款熱門的美容衣都會做折扣 今天就和大家拍片說一下我用完之後有什麼感受,他們的分別和他們會做什麼折扣 同場家拍片就分享一下我自己Bread Friday的Wish List 然後開箱一些Holiday Collection 聽到都覺得很豐富,所以我們事不宜遲,立即開始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想大家最心急想知道的應該是關於美容衣,我就不買關子,先分享他們 其實這三款我覺得無論是用法,他們針對的問題和適合的人群都是很不一樣的 沒有說哪一個是最好,只有哪一個是最適合你 他們解決的問題是否剛好你就困擾著,我就不如逐個逐個說一下 Current Body的這個LED面膜,我覺得是很適合一些超級無敵懶人 因為它是完全不需要配合其他護膚品的 就按這個,然後我用的時候按鈕,它就會亮燈 然後你戴著它,照10分鐘它自己關燈之後,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是說我不喜歡塗這樣,塗那樣,又不知道配什麼好 這個是沒有藉口的 它是適合什麼的朋友仔呢? 例如肌膚比較老化的 然後你會看到很多細紋,比較粗糙的朋友,用它是很有感覺的 因為最主要的用家是我媽媽媽 我這麼多年都是很少做護膚的 所以一看下去它就是一個上了年紀的意義 但是它用了兩個月左右,它都很勤力的 因為它每一晚就這樣洗澡,照一照 照完它就可以繼續拔出來睡覺,看電視,玩電話 它真的皮膚看見是年輕了很多 當然不是60歲變20歲,但是60歲變回50歲 或者是一個好看的感覺是有的 它現在是少了很多細紋 在我身上,我不是說很多細紋,皮膚不是很粗糙 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它之後,其他的護膚品吸收得更加好 而且皮膚是會細緻一點的 那就要看回需要了 這個在Black Friday的時候,我看到有8折 折完之後是2440的 然後去到第二個,不如說了SIP的這個 這一款就會是辣米微電流美用 它要配合這支Golden Gel一起用的 我的感受就是它可以很局部針對一些我想做緊致提升的部位 因為它是配合一個手機APP的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療程 我最喜歡做的是提升蘋果肌和提升眉頭 又或者你很在意腐紋 然後唇線這裡都會有相應的療程 很flexible 你喜歡做哪裡多一點 做多幾次都是自己去決定 我覺得非常之好 配合這個Golden Gel 它的效果是明顯的 你只要勤力做就會看到分別的了 可能是比較偏輕熟肌 好像我這樣30多歲 如果你是不空出去做Facial 但又想做一個緊致提升的效果 自己又會勤力的話 這個是幫到你的 這個組合是Black Friday 接完之後2984 如果你本身在觀望中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22號開始去看看 第三個想分享的就是最多人問的 由我上年拍片開始 已經是整天有人問 究竟好不好用的Foreo UFO 2 它是一個超級熱門的美容兒 大家應該都會見過它 我覺得它很適合一些平常忙碌 不空敷面膜 或者你是不喜歡敷面膜的人 因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用2分鐘 做到15分鐘的功效 它就可以配合Foreo的一些面膜 然後手機上面會有不同的程式 有些可能會發熱 然後會令到精華更加導入 有些可能會收毛孔會有些冷的感覺 配合不同的LED燈 如果你說用自己面膜 可以用這部機是可以的 那我就會 customise不同的溫度 不同的LED燈去做一個自己自主的程式 然後敷完後 你真的會覺得2分鐘是做到 敷完15分鐘的飽滿 那種水潤 那種光澤的 你選一個自己那一刻 去適用的面膜就可以了 Foreo UFO 2原價是$2790 截完之後就會是$1660 便宜了$1000 那現在Current Body由22號開始 就會有折扣 除了以上三個器材 因為我用得比較頻密 可以跟大家分享用後感之外 還有例如Foreo的LUNA 3 我知道都會有折扣 大家如果想要洗臉機的話 我都覺得很好用 你看到我用了這麼久 是沒有發毛的 因為有很多洗臉機 我用完之後都會發毛 所以我最喜歡它的一個地方 就是洗得乾淨 不會發 除了Current Body之外 在Black Friday我還會留意哪些網站 每一年都會提醒大家 Selvages 它是一年一度減價 如果你有買開它的年費 記得在二十多日 二十三、四日開始佈住 因為在那裏買東西 是香港定價的七、八折左右 然後再九折的話 是非常之划的 我會買SUKU 因為香港沒有的 跟著Tom Fogg的化妝品 還有會看Curse Beauty Beauty Leach 這些網站我會做一個對比 到時候都是24、25日左右 每個網站看看它們不同的折扣 始終這些是外國網站 寄過來香港 可能都要大約一個禮拜時間 現在這些Black Friday這麼多訂單 就給多一點包肉 過半兩個禮拜左右 如果是心急的話 就可以看Sephora 因為Sephora通常會有Black Friday 我還沒收到封 看我的IG story 我會補貨什麼呢? 就是這個粉底 這個是It Cosmetics CC Cream 非常之好用 我已經回購第三支了 就知道我有多喜歡 它未必是驚為天人 就是哇一聲的粉底 但是呢 是安全牌的 你什麼天氣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高遮瑕 但是自然的 不會厚重的妝感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總之你們明白的了 在IG story 每次有什麼很便宜的東西 IG story第一步 和大家分享 說完我的wish list 說完我的to buy list 之後 不如開箱 開了護膚品Evans Canada 再開了衣服 這次當然是化妝品 很多不同品牌都出了Holiday Collection 所以不如和大家一起看看 究竟他們出了什麼 這個是來自Lauren Mercier的 他們有幾個不同的節日套裝 例如這盒裡面有三支迷你的眼影筆 是很漂亮 今年他們的Rose Gold系列 它的顏色是超級漂亮的 粉紅色 如果你喜歡一些粉紅色的眼妝 它有三個的 這個可能可以做一個主色 然後有一個打亮眼頭的顏色 還有這個顏色 我覺得很適合畫在我產的位置 細細枝很可愛 放進手袋帶出去完全沒問題 然後還有一套兩支的液體胭脂 它的配色是不復的 是一些大家都用到 會喜歡的顏色 撕一點點滑出來給大家看 你就已經是會愛上的顏色 還有這個粉嫩一點的 又是滑開 是大家平時都會用到的 一個可能是你想的感覺比較陽光一點 一個比較日常 平時可以再滑開一點 再淡一點的話 就是白淚透紅的效果 一拿回來就被媽媽充公了的Lip Gloss 因為她很喜歡這個顏色 我要問她 我才可以拍片分享 它是那種你塗上去 很粉嫩的一個顏色 不會說很實色的 比較透的 之後整個嘴很juicy的感覺 然後另外這個 就會是閃粉 難怪媽媽那麼喜歡 原來它有一陣 曲奇味 甜甜的味道 然後它又不會改變你的唇色 但是上面增加了光澤 然後兩個底妝的組合 這個是他們的節日限定版本碎粉 包裝跟平時不一樣 還有一個粉撲的 然後另外這一盒 就會在裡面有一個Base 這個也是很好用 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保濕Base 還有一個很有趣 迷你的碎粉 有他們這些holiday set 然後下一個牌子 不如說MAC 今年他們出了很多holiday collection 我手上有一個唇膏的套裝 還有這個是另一個collection 這個套裝會很適合一些喜歡紅唇的朋友 因為裏面這裡 是有足足的 好像六支 對了 六支不同的紅唇膏 這一款是有光澤的 之後會有setting finish 或者會再有一些是比較霧面一點的 它是mat finish 看到三個不同質地 妝效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也會有一些液體的唇膏 三支liquid我都試了 總共六支 在這裡 而粉金泡泡collection 我怕出片的時候已經賣光了 因為我找了這顆眼影 找了很久才買到 這個我真的很多間店都 sold out 極度驚慌 我很喜歡 大家有看開的話 知道我超喜歡閃閃眼影 唉唷 這裡沒有陽光 看不看得到 好啊 我加了一點點 在這個眼上 嘩 看不看得到那種金色在這裡 超美啊 還有唇部的產品 即場試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顏色呢 我是很喜歡 是很適合我這些健康膚色的朋友 畫的時候 我自己習慣就是 油圓用手指推開它 整個人立刻亮起來 然後這個呢 我就不捨得試給大家看了 這個是收藏版 它是一個 是不是很漂亮啊 它是潤唇膏來的 它是全部都是閃粉 我的手有點震 哇 真的很漂亮啊 這個 下一個是Instagram分享過 今天眼妝和打亮都是用它 就是makeup forever 這個不算開箱 因為我都用了很多次 但是呢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是超級白搭的 平日的大地色眼妝可以用它 然後粉紅色可以用來做胭脂 想有一點點 換味的話 有些橙色在這裡 還有這個打亮呢 我也覺得是很漂亮啊 我的手今天要試十萬人色 哦 你看不看得到 它是多麼的細緻 是完全沒有那種星沙感 除了他們的眼影盤之外 我今天真的有很多東西 對啦 他們這個唇膏呢 我也是有跟大家在IG介紹過 我自己喜歡呢 就會是這個240 還有另一個顏色 320 等它熄好了就會變霧面了 例如我示範這個320 因為想示範我塗得比較實色的 如果你要自然的話 可以點在唇中間 然後用手指推開它 現在應該設定好了 我拿一張紙巾 這裡 示範 是沒有任何的 然後這裡 是沒有任何的唇印 它那個持久度是做得非常之好 對了 完了 Make up forever 最後就 不如來一個美少女之間試 SUUMURA 合眼鏡打開的時候 我是尖叫 因為很夢幻 雖然它的閃粉 就會比較大顆一點 但是呢 它是很明顯 很夢幻的一個顏色 是那種人魚色 等我解除封印 再試多幾隻顏色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種延伸性 跟著那些顏色的密度 就算是霧面的顏色 跟著金屬色的光澤 真的很漂亮 唇膏的包裝又是很漂亮 這個顏色是大家又是會很喜歡的 日常會用到 這次真的很多化妝品 我都是心動的 看不看得到啊 它是一個偏蜜桃的豆沙色 是有光澤的 這個collection還有眉筆 跟著它們的落妝油 有一塊 很漂亮啊 它是會這樣 動來動去 一個星塵的鏡子 上面是有露娜的 還有呢 這個他們很出名的眼睫毛夾 都是有露娜的 我很久沒用過眼睫毛夾了 可以再試一下 究竟自己還不喜歡 對了 這個collection 如果你是喜歡美少的戰士的話 真的不要錯過 好了 開箱到這裡 說一下說一下 太興奮 今天實在太豐富了 有美容宜的用後感 一些優惠的情報 也都開箱了不同的holidaycollection 希望大家不要燒到狠狠聲 我是想給大家參考的 如果我真的燒穿了的話 就不要怪我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一類型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六下午三點 和逢星日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整隻手都是不同的化妝品 看見到手指全部紅色 哈哈